西元1924年 日本统治台湾的第29年 民间经营的花莲港木材 在株式会社组成20人探险队 从花莲林田山出发 往西进行约一星期的森林调查工作 结果确定在木瓜山一带 有着大面积的快木林 并在8月15日的台湾日日新报中指出 东部中央山脉的快林 如林田山、木瓜山等地方 森林蓄积丰富、苍玉茂密 称之为无尽藏、亦不为过 接着就在1931年 积极向台湾总督府取得木瓜山事业地的经营权 与砍伐许可后 1934年正式开启了此区 超过半世纪的林木生产工作 也就是后来的哈伦 这里是花莲最热闹的市场 世界之一 就在中山路与41项交汇的这个地方 曾是花莲港木材诸事会社的旧址 存在当时台湾东部最重要的世界之中 统筹管理从山区下来的原木 透过铁路运到台湾各地 中高级原木则多以船运 送往东京和大阪贩售 曾经花莲港木材诸事会社的事业规模 是全台民营伐木的第一名 营运情况最好的那几年 生产重心正是在现在鲤鱼潭 与池南国家森林游乐区 西方的木瓜山一带 我们这一趟主要的目的就是 抗反以前的锁道头 那就是从以前的那个池南转运站 也就是现在的池南国家森林游乐区 然后一直到三号锁道头 然后接到大井线铁道的这一段 从这个点呢 应该是一号锁道的一个发送点 那从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我们池南的一个左点 包含整个礼毯的风光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可见以前的发送点跟左点呢 都是站在一个至高的位置 这样子呢木材的运送就会比较顺畅一点 玉具时期 台湾山林多是观营 包括阿里山 八仙山 与太平山林场 花连港木材注视会社 是少数的民营伐木 运材 及制裁业者 当年面对木瓜山事业地的全新开发 花木社决定以三段架空锁道 搭配轨道的方式 打造最有效益的运输路线 要将原木从海拔约2000公尺的发财现场 运送到海拔约200公尺的竹木厂存放 之后再透过铁路 转运到花连市与各处销售 适逢台湾块木在日本内地 与台湾岛内需求大增 山区需要大量的人力 进行各种林木生产工作 选定法岛的方向之后 祭出岛口和背口 当然风向和树冠的平衡 也是安全上所必须注意的 祭出岛口和树冠的平衡 以前的发木工在日本时代的时候 还没有练习 一个发车咬七八个人发木工 因为手机工很慢 8个人的集宅最大 然后咬七八个人很多人死掉 别木材压倒 很多人死掉 现在像我年龄的发木工 好像全部没有了 全部掉了 危险是危险 不过比较工简 比较大一点 你现在走到这个 王海山的集团上面 快到了 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战败 台湾政权转由中华民国统治 森林资源 大多由台湾省政府 临产管理委员会接收 但因为考虑到花莲县地方财政困难 百业带新 所以是将木瓜山的森林开发 交给花莲县政府经营管理 改名木瓜山林场 这条是木瓜山林场的运权主线 沿着中央山脉之雅干山之脉向西扩展 全长接近四十公里 沿途设有三公里 旧木瓜 西木瓜 大崩山 和哈伦等据点 和哈伦等据点 沿选用花木社留下来的这条生产路线与设施 继续林木生产工作 营运初期 林场运作一切正常 但是越到后期 因为设备老旧 投资不足 产量起伏不定 营运出现压力 台湾省政府 基于整合台湾森林经营的原则 也一直希望将木瓜山林场收回 砍伐下来的林木 在绑材人员和运转手的配合下 借着滑轮 搬运器的运转 一搬到指定地点 整个集材过程 非常的惊险壮观 我就是中文集材 你看说 看刷刷都要注意 不然茶堵就茶堵 拌过来换到也有 集材感觉就算了 这么多了 不关系 路上路上 在厕所转过的也被拔掉 手中定器也是这样做 没办法 有的手机就去厕所做 就是这样 1958年7月 温泥台风横扫花莲 花莲灾情惨重 也重创了木瓜山林场 县政府无力修复 促使林场在同年10月 移交给台湾省政府 接着在1960年完成改制后 成为林务局木瓜林区管理处 哈伦工作站 哈伦工作站 第一次 哈伦工作站 赛西湾 最后 就是主要的一个调查 哈伦工作站在日据时期 就一直是山区里的行政中心 在历经花莲港木材株式会社 与花莲县政府共24年的林木生产后 哈伦的快木森林 依旧有着丰富的蓄积量和高品质 肩负起台湾接下来的生产重任 工作人员把巨大的原木安放在院材车上以后 首先必须把多余的横杆旁直去除 再谨慎的钉捆 除了要确保牢固 更必须注意重心的平衡 我是在哈伦工作站当驾驶 主要是那个脱木材嘛 木材一次脱要脱十台车子 要慢慢开慢慢看这样 也会摆车啊 外吊它就会摆车 有时候台车坏掉也会摆车 有时候那个轮车也会断掉啊 不一定啦 哈伦工作站位在大块山北棱 海拔约两千公尺的地方 当年在林物局木瓜林区管理处接手后的哈伦 扩大人事规模与编组 采购欧美制造的生产设备 让链锯取代手锯 带领林厂进入生产高峰 侍逢政府积极换取外汇充实国库 以农林业培养工商业的政策下 哈伦生产目标达到三万两千五百立方公尺 蓬勃的牧业经济在花莲展开 哈伦工作站 哈伦工作站 就像是一个村庄 四十多栋建筑物顺着棱线兴建 包括办公厅 制裁厂 和各种与生活相关的建筑 应运而生 林木生产 让哈伦成为1960年到1980年 促成台湾经济奇迹的一份子 但高危险的生产过程 却也使哈伦意外事故不断 1966年4月 一号锁到刹车机械突然断裂 失速下冲 造成17人死亡 两人重伤 是台湾林业史上最严重的公安事故 山林曾因为台湾经济付出了许多生命 而我们人类也因为取用山林 必须面对更多风险 承担更多未知的代价 所幸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就在哈伦的生产作业 再往山里延伸到四号锁到 五号锁到附近的林班之后 1975年 行政院通过台湾林业经营三原则 宣示不以开发森林作为裁员 接着执行台湾林业改革方案 以多目标利用的原则 来经营台湾森林资源 哈伦工作站 就在1987年6月1日停止伐木 并在1989年 木瓜林区管理处和玉里林区管理处 合并为花莲林区管理处的同时 正式裁撤 并入山下的南华工作站 存在山林中的哈伦工作站 就此走入历史 当年山下的池南转运站 已经挂牌改名为池南国家森林游乐区 并在之后成立有池南自然教育中心 台湾伐木集材运权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不过有一件事还没有停止 那就是造林 到今天 哈伦工作站的造林面积已达2545公顷 华木集材以后 运材就空地出来了 空地了就马上要造林了 因为这个造林 只有说上面有木材多少 砍多少 没有说上面有造林的几公顷 其实到上面去他们就知道了 反正华木以后一定会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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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上面 也还一栖栖的很像是提点一样 它也是培育苗木的一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片里头 有流传的一些红块苗 甚至要对边长成一个树林 还蛮漂亮 哈伦是台湾林业发展的缩影 我们敬佩林业前辈们的辛劳 感恩山林对台湾发展的贡献 生活在现代的我们 正以保育 教育 尊重生命 不乏及生产的方式 创造崭新的林业时代 但这就是最好的做法吗 我们仍在学习 不断思索 不断反省 不断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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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家主都很免败 过去前辈 保抑地 对我们宣伴和悉生 世世世世世世世都感恩在身头 民家救保病 全家居住顾问順利 拜 再见 拜拜 就要不要 中国人不断思索